雖然說 假設妳是男的 我是女的 妳一個月賺八萬 我賺三萬 然後 我們接下來連假要去度假 假設去一個民宿好了 請問是妳付錢還是我付錢 還是各付一半 你們現在年輕人是怎麼付了 可能就會覺得說 你賺比較多不然這一塊給你去 還是會這樣嗎 可能會散一奈 好啊 可能會散一奈不錯 在我那個年紀 如果這個賺八萬的男的不付的話 連他自己都會覺得奇怪 我以為這個東西應該已經比較改善了 你知道我的幻想是現在應該都是 就是輪流出或是出一半 可是我的學生跟我說不是 就是我的學生跟我說他賺三萬 他男友賺八萬 竟然他男朋友拿帳單來跟他說 旅館費要分一半 他問我要不要跟這個男的分手 所以就男生的網友就跟我講 他就說 我們錢也是辛苦賺來的啊 或者說 我投注在工作投注很多時間 那我賺的錢我女友都理所當然的要用 然後又抱怨我沒有時間陪他 我怎麼那麼倒楣 因為他女友後來有被抓到 就是跟比較有空的男人去約會 所以這個男就很崩潰 他覺得說他花我的錢的時候不眨眼 然後覺得說 你愛我當然就 是不是有一種女生仍然有個想法 是物質可以代表愛 所以一個很昂貴的禮物 也許可以彌補一場吵架 這對我來講其實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們要溝通的地方沒有溝通 用一顆鑽石能解決問題嗎 那那個 被我問這個問題的女生說 那這樣我們以後還會再吵架 每次吵架就有一顆鑽石又會更大 很好 那我希望都不要溝通 每天都吵架 那你真的不適合看我們的影片 你應該去繼續蒐集鑽石 可是如果你在意的是 你自己有沒有鑽石的價值 那就不一樣囉 你可能就會在乎到 任何這種外在世俗的成就 其實你太在乎這些事情的時候 感情的本質跟人與人的本質就會被掩蓋 所以對方也許你現在覺得說 你從這邊取用到很多的好處 但你如果沒有真正人對人的本質上的欣賞 最終他也會覺察到說 你看中的是他的什麼 所以我想還是不要有這樣子的想法 會比較好啦 我覺得 大家可能都不用去 否認這種心態啦 怎麼說呢 因為傳統的遺讀可能會流時代對不對 我們可能就在過去的幾十年間 才慢慢的改變女性跟男性的相對地位 所以如果你現在心裡面 偶爾還會自動化反應 看到別人的老公或是男友送了什麼 出了什麼給他什麼 你心裡會覺得冒出我剛剛講的那種聲音說 我條件有沒有比他差 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是住五星級飯店 我是住有蛇的民宿 我就講得很哀怨這樣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為了讓大家不要疑慮 你心裡面有這個東西不是你的錯 因為真的是教育的一度 你看我年紀已經很大了 但是年紀很大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以前受這個東西 傳統的那個形塑更深 其實我們是很努力的在 播開這一些刻板印象 簡單來說啦 我輾轉聽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老公牽手去逛街 逛永康街 然後告訴我的人說 那天就突然想說 有一個空檔 就拉老公去逛街 去逛永康街 然後逛一逛 他就看到一個東西喜歡 他老公就馬上買了 你猜那是什麼 房子 我告訴大家 我很誠實的跟大家說 我聽了之後 我有情緒 我有情緒 因為就在那一天的早上 我老公還問我說 欸 那個這一筆 因為我們那個房子有一些 例如說貸款啦 有一些開箱說 這個月我薪水有點卡到 然後你來付好不好 那我們也是不假思索 就趕快就算一算 哪邊可以來付對不對 然後我想說 我跟我老公去逛街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項鍊 我都會想說一個脖子 需要帶那麼多條嗎 其實以前有網友跟我開玩笑說 我在某台電視節目 有一整年出現 都是同一條項鍊 然後他們很客氣的問我說 那是什麼特別的定情之物啊 還是什麼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去回答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一個脖子要那麼多項鍊幹嘛 一雙腳要那麼多鞋幹嘛 有時候我是沒有那種 喜歡什麼要男人買的習慣 從以前到現在大概都沒有 也沒有那個運氣啦 可是人家怎麼會 怎麼會跟我同學 然後人家散步老公買房子 那個情緒差不多 我也要花好幾個小時去平復 可是我想跟大家講 我怎麼去平復 我會覺得說 千萬不要酸葡萄 不要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超好的對不對 你跟我去散步 我買房子給你住 這是真的是很棒的東西 但是你一定要能夠看到說 這不是用來比較的 這跟誰嫁的比較好 當然他老公以前也是我同學嘛 他就覺得 以前為什麼沒有注意到這位男士對不對 你如果這樣想就無底洞了 就糟糕了 你一定要去 就是說 好好的去欣賞 你的這一個同學 你的這一對夫妻 他們怎麼去努力 與他們人生共享的成就 他們有他們的一個方式 那你自己在你的另一半 你們在耕耘的主體是什麼 如果你們都很努力 一定會有一些 你們覺得珍惜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這個事情 絕對不要去想說什麼 我應該要得什麼 你應該要得什麼 一定從你自己得來 我覺得人生要斷煩惱就是這樣 管自己就已經夠煩 你要想我應得什麼 要控制另外一個人得到的話 那你就會煩惱不斷 所以我現在其實還蠻常去逛永康街 然後就會跟我老公說 我們看看能不能下一個階段 有一個目標 或是怎麼樣 讓他變成一個 你們兩個之間 就是增加情緒的一個好的模範 不要產生自我責備 跟責備伴侶的心態 這樣世界上我們才會有 越來越多的自主性 女性才會有那麼多的自主性產生 祝福大家